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初建美 今天我们审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通过一组组数据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法治中国的力度深度和温度 比如说去年的检察机关 共起诉色黑色恶犯罪的人数能达到5.4万 这个数据是前三年的11.9倍 再比如说去年人民法院审结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民生的案件 达到134.7万件 这既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重视 也彰显了司法未免的理念 还有一组数据特别温暖 去年司法机关共发出2169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成为了家暴受害人的安全后盾 投入4.2亿元为生活困难的被害人提供帮助 我们经常提到法治温度 它究竟是什么 我想法治的温度就是当你陷入困境时 坚定地向你伸出的那一双制度之手 而法治中国的新气象就体现在这一组组数据里 一条条辩民改革的举处中 一条辩民改革的tim